李我再講故 屈三百尺公屋有段故 人家叫你 我認得你 你是粉絲 年屆九十二的李我 年輕一輩未必認識他 當年他有份參與 即其易和隨與安編道的 無線主景劇 飾演一位算命師 和仙道拉做夫妻 但他真正的身份 是一個港古佬 在香港華人畢業 跑到廣州的電台 最令人著迷的 是他在大戲電波 去求了一百八十套天空小說 我說那個消業白做社訊佬 那個社訊佬在那邊等你 誰呢 我就說你喜歡那個社訊佬 咦?來了嗎? 是啊 我完全又不用肚子 那我廣播說 這套天空小說 是我首次發明 他的廣播劇大受歡迎 49年被黎的呼聲高薪滑角 我身處都是韓國 若我沒有小剩錢 買了十條街 都可以 我自己賺自己錢 所以用坐飛機 去香港喝茶 人熊知耳滿流熊就焦 當年進招的李鵝 越來不少狂風浪跌 怎會說不花心 怎會說沒有 就算是你自己不會出去 都要誘惑 聖如熊中 思路還很清晰 不過耳朵不多量 太太就擔當她的助聽器 說你沒有變 跟當年孝子一樣 我 第二個圖仔 中外媚 第三個是我老婆 太太50年代 在商台做廣播劇 雖然已經83歲 先吃東西好嗎 好 好 我還沒吃東西 但照顧李鵝無味不治 令這位郎子都說一句 沒有太太不行 不過一擲千金的她 看破物質 有空跟孫仔玩一下 昨天晚上去年還搬去300呎公屋 沒有維產稅 我把屋子分給兒子和孫子 兒子兩間 孫子一人一間 我住的房間賣了600萬 分開就是不用維產稅 住滿了三年 還可以一百幾十萬買她的房間 接下來的書展 她亦都由新書推出 19號再以港古佬的身份 同一眾聽迷會面 預約堂重草CS4 連續四年全港銷量No.1 網信預約堂